即时新闻综合报道,台北市长柯文哲上班通常都是搭公车,近期却频遭独派人士突袭表达诉求,今日市府发言人刘一廷表示,为节省警力以及避免造成其他公车乘客困扰,柯文哲将于本周无期改搭乘公务车上班。 柯文哲自去年10月开始搭公车上班,强调是倡导绿色运输,但继27日早上遭冬奥台湾证明行动联盟成员拦路呼吁联署公投,今日上午又遭遇台湾国成员上车和柯枪声抗议,柯文哲今日在接受媒体访问时直言警察局不会再让我搭公车了,并指以前是他上公车后警察就不管。 但现在,抗议人士,半路跳上来,警察没办法维安,所以警察维安会有新的规范。 此外,知名实况主亚洲统神张家航13日,还在YouTube发表原来突袭市长是这种感觉影片,至7月间曾到柯文哲家校口突袭,影片中他向走路上班的柯文哲大吼提问, 柯文哲大吼,统神则称之前都不知道,原来这么多人看他,柯,上公车。 该段影片传开后引发许多网友批评与质疑,苹果日报报道,刘亦廷今日下午表示, 平时柯市长都是搭公车上班,但近日来有数其民众向市长陈晴之情形,以造成市警局执行为安善制困扰,因此为节省警力,以及避免造成其他乘客的困扰,柯市长将于本周无期改搭乘公务车上班。 市府方面也提及,明日,周四,柯文哲也不会再搭大众运输工具上班。